沈多军 我老公总说在跟川普讲电话 是不是金分了 我堂弟得了金分 找神婆 寻大仙 做法事 喝符水 根本没用 到底咋治 听说金分治疗很恐怖 天天被点击 真的吗 哎呦喂 沈多军被挤下台了 金分查语痣的知识都在这了 快帮我爬上台 瞧我这小端腿 谢谢您把沈多军抱上来 咱们这就开始了 检查片 金分的检查大致分至几步 第一步和患者家属交流 很多金分患者不认为自己有病 医学上叫缺乏自知力 医生会先向家属询问 了解患者最近的言行举止 饮食睡眠有啥异常 也会了解家族遗传病史来帮助判断 第二步和患者本人交流 医生会与患者谈话 看他回答问题是否合作 说话有无逻辑 注意力是否集中等等 通过详细的精神检查 进一步验证和挖掘患者的精神状态 第三步 排查其他疾病引起的精神异常 做脑CT MRI 脑电窟 脑挤液等检查 看看大脑有没有癫痫 肿瘤这类气质性病变 还可以排除脑粉伤 脑内感染等疾病 结合这些检查 专业医生差不多就能给出诊断结果了 治疗篇 药物治疗 50年前 妄想 幻觉 失眠 躁狂这类精分的阳性症状 被认为和大脑皮层内多巴胺太多了有关 所以治疗上较多使用多巴胺受体阻断剂类药物 代表药物有绿饼琴 腐派定醇 粪奶净等 多巴胺这货自己不成气候 非得找个多巴胺受体 双剑何必才能发挥效能 咱们把多巴胺想象成插头 把多巴胺受体想象成插座 只有插头插进插座才能来电 多巴胺不是太多了吗 多多生产假插头 把插座都占了 做出来的多巴胺就成了摆设 精分的阳性症状就缓解了 多巴胺受体阻断剂类药物 就是这假插头 就是副作用的 患者会出现眼上翻 斜颈 直体抖动 坐立不安等症状 现在用得少了 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 只针对多巴胺这种神经地质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 就能同时调节多巴胺和五抢色胺的功能了 医学上称之为 多巴胺五抢色胺受体阻断剂 代表药物就是立胚酮 凹蛋瓶 绿蛋瓶等 针对阳性症状 该类药物能阻断多巴胺和受体结合 让搞事情的多巴胺少一点 再少一点 针对阴性症状 该类药物能阻断五抢色胺与受体结合 让多出来的五抢色胺统统下岗 顺手也把不太靠谱的多巴胺调控一下 该类药物对阴性和阳性精分症状都有治疗效果 副作用还比第一代小得多 治疗原理就是给予大脑短暂的电刺激 诱导大脑皮层广泛放电 使大脑功能恢复正常 有点像电脑的重启 该方法一般不常用 多用于患者出现 砍人 自杀 异常狂躁等极端情况时的紧急处理 也可作为精分的辅助疗法 电修课治疗是在患者麻醉状态下进行的 不会太痛苦 对记忆力会有所损伤 几周后便能恢复 讲完精分的茶语治 精神分裂专题就要落下帷幕了 坦白说 面对精分 深毒菌内心是绝望的 它机智复杂 症状多多爆炸 病因扑朔迷离 治疗方案也是一路靠视 只有这足数据能让深毒菌松口气 经治疗 20%的精分患者可以终生停药不复发 50%的患者可以正常生活 深毒菌给科学家们加加油 进来开发出第三代 第四代治疗药物 赶紧把精分的魔鬼赶出人类的世界